勉前大男孩意外撞見毒品交易現場 當場被黑幫掳走痛毆 甚至連轟數槍奪命 幾個月後 大男孩的妹妹 突然被死去的哥哥附身 崩潰指控黑幫最新 司法卻始終沒有為他細刷圓區 歡迎收看五二會科室鬼安息的單元 我是何慧榮 感謝廣大觀眾的支持 中天文創口罩有興趣的可以看說明 藍由主持人的專屬優惠代碼 接下來我們這一集要來討論菲律賓 長時間大規模掃毒之下 發生一起科學無法解釋的案件 當然該不該鐵萬掃毒 菲律賓總統杜特地的作風評價兩極 我們先不討論這一塊 畢竟吸毒 運毒 販毒都不應該 這真的是很多犯罪的源頭 就是說如果你是個人食用毒品 害死你自己 每個人都應該為自己的人生負責 但很明顯背後因為有龐大的利益 有人買 有人賣 就有人鋌而走險 甚至為此黑取黑 又或者碰獨本身造成性情暴力失控 這又造成多少年輕生命的陪葬 惡性循環還常常會搭上無辜的性命 這些要講的被害人確實挺倒楣的 而像他這樣的人恐怕還有很多 整起事件的被害人是菲律賓旅宋島一名 19歲的年輕人馬文 看他的照片是個靦腆的大男孩 2018年3月16號 馬文不過是在家外面溜達 卻再也回不了家 最後被找到時 已經沉濕在新宜 施夏省一處小鎮 身體嚴重浮腫 還有密密麻麻的彈孔 明顯遭到亂槍射殺 非要治他欲死 家人傷心欲絕 希望警方能夠偵辦了解 總是給個說法嘛 好端端的孩子 怎麼就這樣沒了 起初警方說 案發當天是因為馬文 跟其他兩名毒販在一起 所以才會在掃毒行動當中 遭亂槍打死 由於警匪都有開槍 所以無法知道 到底是哪一方的子彈打中了他 當然 我們不是菲律賓的官方單位 也不是當地的媒體 這些都是根據外電 得到的消息 但真要說起來 這樣的說法 其實是有明顯漏洞的 驗屍 比對彈道等等 其實並不會完全不知道 到底是哪邊開的槍 除非你 打錯一開始 就沒有想要釐清 而對於家屬來說 這樣的說法 其實很容易讓他們自覺理虧 心想 沒想到我家的怪孩子 居然跑去跟毒販同流合污 終究孩子做錯了 才會死於非命 等等這樣的想法 可以想見 家屬也可能 不會再去追究孩子的死因 但事實真相 真的是如此嗎 就在馬文死後四個月 網路上出現一段影片 迅速衝到數百萬觀看 也已發關注 影片當中的女孩 16歲的愛比蓋爾 馬格塔拉斯 躺在床上 看起來非常痛苦 這個女孩 正是死者的親妹妹 我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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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床上 快點 我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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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爸 我爸爸 你爸爸 我爸爸 入身还原案发当天的情况 女孩母亲心疼极乐 不对安抚女儿 已经失去了爱子 她不希望看到女儿如此痛苦 但又矛盾的希望 她可以多说一点 才能知道死去的孩子 当初遭遇了什么 这些女孩持续崩溃哭喊 嘴里念念有词 马格塔拉斯说 他们不断打我 朝我连开七枪 这些人全部都是帮派分子 他们是卖毒品的黑道 我是被谋杀的 我求他们不要杀我 但腿已经中弹了 我想逃走 他们让我逃 因为知道我根本逃不远 最后把我推下桥 他们杀了我 听得出来 全部都是以死去的马文 作为第一人称 接着又说 妈妈 对不起 我没有听话 我应该早点回家 原来马文牵扯上毒贩 此事不假 但并不是马文学坏了 跑去从事毒品交易 而是马文在回家途中 意外撞见黑帮 在进行毒品交易 偏偏还被发现了 黑帮当然清楚 如果他们被抓到贩毒 这样的严重性 依照惯例 是绝对不能留活口的 于是先将马文 强行拖走 接连狂揍四个小时 但这些毒贩 要的不是泄愤 而是灭口 因此对着马文 开枪扫射 并随意气食 整段影片曝光之后 一个16岁的少女 如此真实的表情 阐述整起事件经过 让众多网友 相信附身的真实性 但也有人认为 妹妹先前在告别事上 好几度倒在哥哥的棺木上 崩溃痛哭 两个人感情这么好 也没有可能 是因为过度思念 所导致的 究竟是不是死去的人 附身在亲人身上 替自己伸冤 希望能早日破案呢 没人能给出肯定答案 当然 民俗说法 见仁见智 因此也无法作为 司法上的证据 至少呈现出整起案件 草草了结 确实有疑点存在 因此马文一家人 也不断寻找案发当天 是不是有其他的目击者 希望能够靠自己的力量 替孩子讨回公道 至于马文的妻子 则是替小姑背书 我们没有撒谎 马格塔拉斯 是第一次这样 影片至今 都无法证明真谓 不同立场的人 各说各话 我们姑且以警方的说法 是因为看到了毒贩 就直接引爆枪战 将他们给团灭 这当中 菲律宾警方 没再跟你理清 到底谁是哪边的人 错杀就真的只能算你倒霉 怎么会这么可怕 这就要说到 2016年杜特地上任 社会总统 他崇尚血腥制暴 饥饿如仇 铁腕执政 也许有不少人拍手照好 整体犯罪率确实有明显下降 这让杜特地的整体支持度 攀升到了85% 但监狱 人满为患 人人自为 怕自己哪天 倒霉 含冤挂点 甚至谋杀犯罪率 飙涨51% 这很吓人 显示出 铁的纪律 不一定就能消灭犯罪 而杜特地 大力扫毒 各位多少都有所听闻 光是上任一个月 就杀了300名毒贩 一度让很多涉毒的罪犯 自主投案 拜托 关我 别杀我 一口气 6万人被关 这还只是一开始的时候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从千上万的人 死于扫毒混战当中 冤死的人 不计其数 这也引发人权组织喊话 这种杀戮式的做法 属于法外处决 当然反毒品的宣战 是对的 但宁可促杀的做法 无辜百姓失去了家人 毒枭 始终没有处境 甚至出现了警察滥权 胡家虎为的乱象 如果是你 又会如何选择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也感谢您 收看今天的无二会客室 别忘了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开启小银灯 喜欢中天文创口罩 也可以在说明栏 看到连结 别忘了输入主持人的代码 惠荣推荐码 JOYC1 JOYCE都是小写哦 限时95折优惠 我是何慧荣 我们下回见